一人羽山自大學生了沒出道 憑藉直率作風以及流利的口條 成為不少談話性節目的嘉賓 日前他做客綜藝節目時透露自國中開始 就有不少人開始說他長得像亞洲天王羅志祥 一開始他並不在意 有時候還覺得蠻好笑的 但後來他參加中國學秀節目 羅志祥正好是評審之一 迎來不少人開玩笑的喊他珠碧時 對此羽山一開始也是一笑帶過 但久而久之畢時已經成了他自己的名字 大家都不叫他本名 因此忍不住憤怒直呼威誘我的名字好嗎 沒想到他發怒之後其他選手人不以為意 還是繼續調侃他 讓他感到既生氣又傻眼 也無奈表示即便知道別人在開玩笑 但真的笑不出來 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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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